保育動物綠蜥龜 今年在小琉球的產卵量 多達三千三百顆 可以見得這個綠蜥龜的生態 在當地相當活躍 不過卻有海洋志工發現 有潛水業者帶著遊客追逐 強拉綠蜥龜的尾巴 還把這樣的照片放在網路上炫耀 做了最壞的示範 照片中遊客很靠近海裡的綠蜥龜 最前方這名教練 甚至一次做出拉綠蜥龜尾巴的動作 有潛水客發現拍下照片 認為業者為了攬客 進行干擾綠蜥龜的行為 很不可取 小琉球生態豐富 這幾年因為生態旅遊聲明大噪 不只在海邊偶爾可以撞見綠蜥龜 學者進行生態調查 光是今年就發現綠蜥龜產卵 多達三千三百顆 如今被人發現有當地業者做出干擾綠蜥龜的行為 擔心會害綠蜥龜不敢再到小琉球 不過也有小琉球業者認為 當地都有保護生態的共識 這種行為應該是極少數 有小琉球有部分綠蜥龜已經習慣人類出現並不會刻意躲避 其實很方便遊客觀察 但不希望有人做出干擾行為 拍下照片的潛水客也希望政府訂定法規加強保護 記者王屆斯孟昭全評論報導